有多机智的妈妈就有多贴心的娃 霍思燕和隐恒大王就是这样子的最佳母子当了 在节目中霍思燕为了锻炼隐恒的自理能力 让儿子帮自己买杯咖啡 出生就自带男友力的隐恒 自然也是乐意效劳的 买了咖啡回来还带了小甜饼 让妈妈饿了先吃一下 不过这还不是最暖的 你喝什么自己点 然后帮我点一个冰美式 你刚刚给我点了什么喝的呀 热美式 热美式 对 为什么点热的 因为 我怕妈妈感冒 这话所长听了都要被暖哭 恶恒这样的宝宝来一答都不嫌多呀 当然恶恒这么懂事 多亏了霍思燕的教育模式 从小就教儿子认钱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一乘以五 乘以五 五乘以十等于五十 钱的事情慢慢算 对 撑下来算 对 但以下次不要一把 给人一百的扭头就走 有的时候是要找钱的 你可以问 有钱找吗 明白吗 还锻炼 矮恒的动手能力 自己做果汁 脑洞再大都不怕 我觉得 我咋要搅拌一下 搅拌吧 给你拿一块子 妈 你也想拿 让同间 你这种做可以吧 你这样怎么会变成汁呢 我肯定这个够 让儿子大胆假设自由探索 交出贴心宝宝的秘诀 你们get到了吗 不过霍斯燕这一脸幸灾乐祸的笑容 也是根本没想掩饰啊 等偶横长大看到这一幕 内心大概也是五味杂陈的 好 好 姓